周天发明一下封城部一看 这个主上的点赞制度在这里犯 当时封了一个什么结尾 这个高低贵贱是天定的 不能改 你没有特殊的什么大功大心 有功你做完事 不能动的 主外听 听手憋了一肚子气 想想 非常的不乐意 扬扬地回去 你不是不封我吗 老爸 你是不是百谱吗 你是天下天子 大家都得听你的 老子今天就照个法 老子今天不听你的 老子今天就自己封自己 你要怎么干 不行的话我们来学评 然后他就自己在南边 做了处啊 自封为了 就跟周天子平起平坐 我们说礼工业坏 这个刺激制度打乱掉 自尚存储 也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那个时候 周天子已经很 很暗若到那种程度 就是他封了个子节 就是我们还不干 自己封反了 他也拿了没办法 不赖的很 也只好承认其成县 是 从此那个楚国的 那个老大就叫了 楚娃 历代的这个楚国的国庆 就叫楚娃 其他的孩子叫那种 什么东宏 他就叫楚娃 所以楚娃呢 就是那种南蛮的 南蛮之地出生的那种 这种血性彪悍的 这个国庆 因此呢 他这个国庆呢 跟中央那些诸侯 会讲理 会修文的那些还不一样 就是很尊贵 我打仗那个 我丢人得很 我国庆怎么去清理前线去干 那个是我手下去干的 我不干 我只是应朝为国而已 所以这个楚娃呢 天生就有一种 诚勇好道的那种 那种 那种特性 历代楚娃的这种 这种遗传 所以这个楚娃呢 见那个 晋城 晋国的大将出上来 也不避讳 自己就 一马当天出上去 就跟那个死兵 死家 那个晋 晋国的那个 那个 大将一看 好嘛 你冲着我来 我正好找你 你还 就 对着我冲过来 就自己 暗暗地在车里面 把副手的那个 就是 他车子里面 我们刚才说的 一个射手 一个歌手 那个射手的剑 偷偷就 抢过来 张弓打剑 偷偷地手 射了一剑过去 就是射了一只 暗剑过去 那楚娃正在 兴奋头上 这在等于 荷尔蒙 比较亢奋 没有 留 提防这一手 啥 那个剑就过来 一下 一剑就射到了 这个 楚娃的 左目 把一只眼睛 射进去 射进去以后 楚娃就 把剑 啪 就把 就把那个 射过来 那只剑 就拔下来 拔下来 一看 那个眼睛 也在 就在上面 楚娃就想 把那个 那只剑 就扔掉了 就是 他的眼睛也在上面 就扔掉了 但是 这个时候 他 旁边的副手 跟他说 楚娃你 这个是龙体 龙体的一部分 你不能随便扔 薄出上来 扭着 不能这样 就扔掉 扔掉 那个楚娃天 大丸子报仇 那个 那个 养一鸡 你听 好啊 我把他 我把他送到环千路上去 为大丸 这个人复仇 说完以后呢 养一鸡就去 窝他的这个剑栏 抽剑 一招 发现 这个激烈的战斗当中 他的所有 他身上的剑 全部射出去 射关 哇 到丸 我这个没剑了 我剑栏里面没剑 大丸一看 很无奈 折升 去自己的剑栏里面没剑 大丸一看 很无奈 折升 去自己的剑栏里面 抽剑 拿个养一鸡来射 结果 把这个剑 你抽了 抽了 真好是 他挂着这个楚 眼球的那只剑 就是敌人射回来 那只剑 在摸 自己的剑栏里面 除了那只挂眼球的剑 还剩一只 就是只有两只剑 一个眼睛 寡人也只有一只剑 这只剑呢 还是寡人刚才 射我眼睛的 射瞎眼睛的一只剑呢 给你两只的 这两只剑 你不是神射什么 两只剑 你不要他的命 何必多射呢 两只剑够了 两只剑 看看 试试吧 也许够了 就两只剑拿回来 拿起两只剑 瞄准了那个敌架 就射删了这个 楚湾那个人的那个 这个镜下 瞄完以后的一剑 划过去 正好把楚湾的 带眼睛那只剑呢 就射出去 啪 就把那个敌人 一剑 直冠镜下 没有第二剑 立马那个人就 舵马死在车厢 把楚湾的这个 射楚湾这个人就 射死掉 射完以后交财 老板 你给我两只剑 任务完成 我还算一只剑 来我教你 就把那只剑下不剑 来还给他 这个城 这就是春秋时期 我们说的神射手 雅油机 这个我们插一段 这个雅油机 儿时学见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 在乡里 天天点着蜡烛叶里面 盯着那个萤火虫 就去看 就去找目标 射射射 射到整个乡里的船 船它太厉害了 咬不得 非常非常咬不得 然后呢 从一穿十里穿百里 从十里穿百里穿千里 然后它的名声 演播到这个 很广阔的这个 处于的大地上 都知道它是神射手 这个时候 这个雅油机 是非常非常骄傲了 了求不得 非常厉害 那么经常带着一般那种 穿着锦绣衣服的 纹裤子 背着的弓箭 很漂亮的那种弓箭 背着在世上招摇故事 一副药物 非常得意的样子 他当时是非常骄傲的 他也有资本骄傲 他确实是厉害 有一天呢 他就在那里 等于是 世界上背着那个弓箭 到处招摇 一片民众看见他来 人家一鸡 神圣装备 大家就在那里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也很近 神迹而已 一副非常压压的 这个时候 这个街的角落的 走来 就站着 住着一个 面前放着几桶 卖虾油的 这个油桶的老者 老头子 他就是在那里 一桶虾油在卖 那个老头看着他也 斜着眼睛 嘀嘀烂烂的嘀咕了一几 这有什么嘛 不就是个熟人神强 这也值得夸耀 这种自男之人 将来要倒霉的 然后就听 冲冲冲两步 跨到我面前去 老大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我 我建计不容易啊 我不生啊 我没资本 在别人面前 药物洋味啊 我说 别别夸害 靠地势力来 男人来要知道 这个夜满 水满水 知道吗 孩子要知道自贴 然后就说 我是自贴啊 如果有人比我厉害 我肯定奉承他 我会迁徙的 我会向他学习的 没有 你看 你叫我 接下来谁去迁徙吗 我就这样子 你要怎么样 老头 听听 哼哼哼 一笑 数了是巧 数了是巧 老头说啊 扣扣手手 扣扣手手 在自己的兜脸里面 扣半边 扣出一门 小童签 小小童签 那个童签 就是所谓的 翻口 一个小翻口 一个童签 上面一个小小 一个小翻口 老头二话不说 通把那个签 就放在一个 那个瓦瓶子 把油的 那个瓦瓶子的 口子上 绑一盖 老头是默默的 踢起八罐 那个虾油 好大一罐 包得很难 包得住 老头把那个八罐子 摊起来 慢慢 清斜 慢慢 平静 进去 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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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一个 就那么 头发是细的 那么一干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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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子 嘘 嘘 悄无声息 住到了那个 童签的 千眼里 那边 去 直到 提 把那个 罐子 注 那边 然后老头子 包着那个 大油 咔 把他 伸贤气 这个时候 把那个 笑 笑 笑 小童签 拉起来 提个眼睛 看看 眼睛 看 抱着那个 一挂 抱着那么 扒在那个 油头 倒完 那个油 那个 那个 那个筒签 上面 那个 孔 一丝 都没有油 这书 他没有 张到那个 童签的 任何一个边缘 就那么深 然后我 同志 看 熟人 生巧 各个的 每个人都叫 熟也 有专口 你干 你那行 你设得好 你可是丢脸 的词 你干 好了 你可是 你的版本 你值不得 就像我 这个一个 卖油的老头 我干 我这行 我要干 得好 我干 好的就是 我的版本 这个也是 我的 但是我值得骄傲吗 这个叫熟人 生巧 雅玉 从此霸悟 更加刻苦的 连接 更加 迁徙的 为人 因此 雅玉 就成为了 春秋 一环的 一代 神社 生巧 这个小人物 这个小故事 今天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面我们 水准 下面的 这个故事 我们再讲两个 这样的小人物 小故事 给大家听 好 谢谢大家 再见